我是觉得哪怕你是全职 一定要留一个自己的口子 我想到的就是黄老师和孙丽 孙丽其实呢 性剧组拍戏特别少 但是孙丽就是在话剧这方面 从来没有停过 另外呢孙丽还坚持就是 每周上两次还是三次舞蹈课 坚持在跳舞 就是他可能不是在创造收益 但是他在 他始终有自己 对 徐丽你能接受家里有一个全职爸爸吗 全职丈夫 完全不能 完全不能 家里有个闲内住多好 你就放心出来工作 给你打开门抱着孩子回来了 快饭给你做好了 来来快坐下 吃饭吃饭 别哭别哭 别哭别哭 爸我给你喂奶 就是结算那么投入 今天在家演了 我是这样的 不是 他双胞胎的 我连开门都开不了 得用脚 收 收 哈哈哈 下次我给徐丽给他一个拨 哈哈哈 你知道收腰的那种 啊那个 发海的 跳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收莲 我ock 收银 收银